来到塔县 因为这边的海拔有三四千米 所以他们这边也养牦牛 看一下我身后 这就有一片牦牛牧场 所以在喀什一些地方也会卖那种风干牦牛乐 所以不要奇怪 他们应该不是从西藏那边弄过来的 应该是自己这边产的 就是不知道这里的牦牛品种是不是当地的 还是说从西藏引进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他们这边也有牦牛 然后到了塔县以后也会有一些牦牛火锅之类的 骆驼兄弟 骆驼兄弟 这里哟 别走啊 别走啊兄弟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您的关注 长按点赞 以及赞赏 都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下期再见 这下期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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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